游戏店基金会主办的第九届无障碍生活节 于10月28日在华山文创园区登场 本届活动以感官生活圈为主题 借由互动展览与伸张者现场短讲 希望让民众体验视觉听觉等感官受限的生活障碍 了解伸张者的不便与困境 有障碍的生活对于生活来说是机器的不便 那也可以了解到伸张朋友外出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不方便的情况下 愿意可以转换心情 就是去同意并且来尊重 努力一起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本次展览共有七大展区 主办方以伸张者的角度出发 设计互动式的情境体验 带领民众感受视觉障碍的视野限制 如意使用者的行动困难 以及听障碍者在生活中辨认声音的方式 拉近民众与伸张者的距离 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没有那么多伸张朋友 所以很难去听到他们很真实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觉得透过体验 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离他们的距离是更近的 不好意思我们的房子比较适合租给方便的人 我看你比较不方便 展场中也设置负能量语录区 透过文字与声音呈现大众对伸张者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期望让观展民众换位思考 同理声障者的心理挫折 我就发现内容这种很多都是 别人对我说过的话 那譬如说别人就觉得 哇你好可惜啊 变变那样怎么会做人 除了生理障碍 声障者也常面临外在环境的考验 由于国内公共空间仍缺乏完善的无障碍设计 常见的人行道 无障碍波道 时常过于狭窄或陡峭 不仅增加声障者的行动成本 也威胁他们的外出安全 最困难的障碍就是 人行道永远都是有阶梯的 会上不去 或者我们的人行道会被占满了机车 很多的无障碍通道或是电梯 其实都设在比较远的地方 对于这些行动不变的人来讲 他们都要走很远 或甚至是绕一大圈 有时候甚至根本是找不到 指引就是混乱 除了希望民众多加同理与尊重 声障者与相关权力倡议团体 也呼吁政府在制度规划面 能纳入不同障碍的需求 减轻声障者生活的不便 借此建立友善的无障碍环境 记者谷宇恩 李念廷 陈梦华 综合采访报道 字幕君啊